大家好 早晨 上次讲过口号 大家好 早晨 又到8月19日的早上 希望大家继续与大家丧普论证 我们上一次讲过 新时代革命 革命新时代 究竟什么意思呢 在这节目结终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睇丧母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片 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讲两件简单的新闻 希望我将节目的时间减少 有时候意犹未尽 很难停止自己要说话 希望我讲的不会太重复 两件新闻 一件讲梁振英 另一件是讲李锐日记 很多香港人都 不太注意这件新闻 因为香港的媒体 我相信不太报道这件新闻 希望这两件事 都能有关注 第一件事大家知道 梁振英大放缺词 说国庆必须要喝国产酒 要是不喝 要喝的就喝国产酒 这个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产的酒 他说不止是这样 还要呼吁所有官方和民间 所有庆祝活动都必须要喝国产酒 他说国产不用国产酒 无法交代不能解释 无法交代不能解释 就是说他好像今天他做了一个习近平的位置 你不喝 无法交代不能解释 口含习欠 猪头说什么的 不需要让他说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叫六八九 六八九搞这些东西 我还记得我投了一幅相 在这个Facebook 当时他这个 是个子吹申报 羊人 穿了西装 见羊人 女的穿红 男的穿黑 低级红 高级客 他们搞什么呢 那当然了 那两个 新人就跪在那裏 就是奉茶 给这两位长辈 龙虾 和六八九 那这件事 大家知道了 就是 梁振英如果真的要喝国产酒 那我想问 他当时喝茶 是什么茶呢 是英国红茶 石兰红茶 还是中国的茶呢 总是做一样 就算你都对了 我不当你以茶代酒 唉 这么厉害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中国鞭呢 为什么你不穿中国椅呢 为什么你不穿汉堂装呢 你偏要穿西装呢 龙虾还要戴着眼镜 眼镜的阳镜 为什么你不穿 你应该不穿 中国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穿什么皮鞋 太out了 中国要穿是穿草鞋 对不对 草鞋最对了 穿什么皮鞋 对不对 穿虎 那条西装 对不对 西装 领泰 这些什么来的 洋人装 所以我说第一件事 参加国庆那些人 第一件事 穿完汉服先 对不对 梁珍你推荐的嘛 参加国庆 你起码穿光服 这个国服 汉服 对不对 我至低限度 中山庄 中西合璧 但起码都不会穿西装 打靈态 见洋人 这个基本原则 就是梁振英 对不对 我喊我桑布没用的 我把你口放入嘴 是不是 你今天说要 喝酒国庆 你由此而终 分桑节庆 你哪个时候 不是穿西装的 浪费 你的那些汉服 全部都是表演用的 汉服节 你表演一下用 你全方有穿过汉服吗 所以我就说 这些假猩猩的正协垃圾 全部都是潜藏在 习近平旁边的一些 资本主义的一小撮酒狗 是吧 随时被习近平掃地出门 还有 喝什么酒呢 要喝呢 你说 国庆不用国产酒 无法交代 不可解释 即是不能解释 OK 那我问 如果你说 国庆要喝国庆的国产酒 喝什么呢 我建议大家 二窝头 茅台 五阿征 相征 还有 虎边酒 蛇胆酒 五家皮 混合一碟 全部 你把所有的中国地大密博的东西 这么厉害的东西 还有些广西暴龙哥出的东西 吃的吃什么呢 牛欢喜 牛欢喜好东西 对不对 不止牛欢喜 还要吃什么呢 龙虎鳳 对不对 龙虎鳳是蛇猫鸡 对不对 你不要预认我吃 我不在中国 但你要吃这些 真是道地道的东西 这样才是中国人 对不对 起码虎边蛇边 鹿茸大宝酒 是男女强身的妙品 这个才是正东西 不对的 竹叶青 你青 我都青 青到就有啤酒 混合一个 我不知道中国 还有没有做土炮的威士忌 一定有 台湾都有威士忌 中国没有 没可能 混合一起 一起做个炸弹酒 全部人队 这些炸弹酒 不干足五公升 不准出去 你干完五公升 出去的那些 就是外国 干完五公升 倒掉了 就摆明 是不给免国庆 那这个不给免什么意思 颠覆国家政权 谁说的 我肯定 按照上次四十七人案 都不需要证明 你颠覆就是颠覆的 对不对 所以就说 这个考验大家 每一次过庆 五公升 你去求情的都可以 一公升炸弹酒 一公升炸弹酒很简单 一公升炸弹酒 一公升炸弹酒 喝光它 刚刚我说的所有酒 是国产的 喝不完 颠覆国家政权 喝光了 倒在这里 颠覆国家政权 有一个机会你不是颠覆的 喝光了 坐在这里 吃光所有的东西 走得出去 站起来回到家 才会在这里 没问题 这些就是外国 好不好 我们试验一下 非常好 所以做官 最重要是懂得喝酒 因为梁振英所说 国庆不用国产酒 无法交代 不能解释 我是完全同意的 我是很罕见的 觉得梁振英是觉得 说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支持他这种东西 还支持他穿汉服 支持他能够穿草鞋 支持他扎鞋 支持他扎鞋 支持他要说话 要有些任私作队的气氛 才对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要常常说 国庆不用国产酒 无法交代 不可解释 这个不能解释 这些全部都是垃圾的说法 所以说 新时代革命 革命新时代 到底新时代革命是新时代革命 革命新时代 还是新时代革命 革命新时代 那你自己想想 OK 那我就自己看回这个情况 就是梁振英 You are right Go 支持你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梁振英 能够做好这个表述 就是在 国庆酒会现场 自怒五公式 五公式 才跟我说话 是吧 其实应该好像那些台庆 那些无线的台庆 就是几多岁的话 就要几多杯 那现在这个 香港主权回归这么短 要说又说 那为什么不喝港产酒呢 不行 港产酒就是港独 那你喝生力病不行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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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什么呢 要喝就喝青岛 青岛都不是所有国产做的地方 或者在国庆喝啤酒 但是啤酒怎么都是 麦酒 麦酒 怎么都是一些洋人的产品 应该要找一些 完全原产于中国的酒 都说了 蛇膽 五加皮 再加上高粱酒 是不是 再加上什么 很多东西 还有二窝头 茅台 这些是什么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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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 他的 入策 OK 这个才是 我们对于 这个酒的尊敬 我知道他 是葡萄酒的 2019年 他的灵下 他看了葡萄园 葡萄 很多葡萄 看葡萄园 种的那些 红酒白酒 我知道 梁振英是相当恩善的 不要紧 放在炸弹罩里 一起喝 那就相得契仗了 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回李若日记 李若是谁呢 曾经是一个中共元老 帮过毛泽东 被人批斗过 之后也帮过邓小平 也不是邓小平 而是帮过胡耀邦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 他都比较开明的 臨死前 他很高手的 接近100岁 就说过 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 这句话 大家很清楚 他过世了 他的家人又怎样呢 他的女儿 就是叫做李南若 李南若 就按照李瑞的遗愿 就是把一些李瑞先生 就是毛泽东的秘书 曾经出任毛泽东秘书的 以故中共元老李瑞 他的一些日记 交给加州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就是Hoover Institute 这个就是Stanford University 交给他保存的 这是按照李瑞先生的遗愿 因为他里面很多的私人日记 未公开 也留下了很多中共内幕的私人记录 是中共无法揣改历史的重要档案 而李瑞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 是要求把这些日记的首稿 由美国拿回去 所谓拿回去中国 当然是否士丹福大学 认为中共在幕后操控 而这个诉讼的审判 有个law suit 有个case的 将会在今天开始 8月19日开始 根据英国左家报纸 Guardian 卫报指出 李瑞先生前的日记 被视为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包括曾经日记中 描述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 说他当日凌晨 站在北京市中心长安大街自家公寓的阳台上 可以看到坦克车驶向天安门广场 而他当时由独特的有利位置 目睹共军部队 朝着和平示威的人开火 士兵们用机关枪互乱射击 有时向地面射击 有时向天空射击 李瑞是以英文 黑色周末 Black weekend 来标记这件事的 那当然 后来中国政府 又是同样 试图歪曲 并从历史记录中 抹去相关事实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尤其是这本李瑞日记 因此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唐智学Joseph Torrigian 直言李瑞日记是重要的档案 再怎样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而在李瑞2019年2月去世的前几年里 李瑞是和他第一任的妻子 所生的女儿 居住在美国的里南央 一直都是用掃描 抄写copy 和编写他父亲的日记 最终将日记交付给 美国主要的中共历史档案馆胡佛研究所 李南央和史丹福大学都认为 这个做法是符合李瑞的意愿 因为李瑞曾经在2017年1月30日 陆制和他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会面 谈到我的日记问题 当时李瑞怎样说呢 他说张玉珍同意我的决定 让胡佛保留日记 当时2017年1月30日 好了快转两年多 去到2019年2月李瑞过世 2019年3月21日 张玉珍的律师 致含史丹福大学 声称 张玉珍对这些日记 拥有所有权 并尋求归还 那就是说完全是前后不一致 那你想想 这个是不是真的 真是张玉珍的意思呢 当时已经90岁 的张玉珍 很快就在北京看数 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打官司的 90岁的老人家 他有什么动机 要拿回这些日记 而他是花很多钱的 他要北京赢 还要拿这个判决 要冒着危险 可能要去美国执行 而这件事执行到吗 美国不会承认 与执行 中国的任何判决 所谓何事呢 舆论炒纵 所以北京提起诉讼 他有多少钱是请律师 那肯定 有人帮他安排的 那张玉珍很快就说 李瑞日记的合法继承 就是他自己 说莫名其妙 那两年前的是另一回事 今天又是另一回事 那同年五月 史丹福大学在加州提起反诉讼 要求撤销张玉珍 对这些日记的主张 在这个之后 一所世界顶尖大学 就是史丹福大学 和一位连卖寡妇 就是张玉珍 之间开启了一场法律战 史丹福大学 认为张玉珍背后 有中共的影子 而张玉珍的律师是没有回应 为什么如今九十多岁的张玉珍 要花费数年时间 和数百万美金 来争取一本日记集的问题 当然说这是私隐 当事人的私隐 持续受到侵犯 造成他严重的情绪困扰 不过史丹福大学的律师 好像怀疑的态度 他们说 从所有迹象来看 中共正在幕后 正在做这场诉讼 这个律师还提到 简单来说 张玉珍女士 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律师费 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的中国研究资深研究员 张玉 Ian Johnson 毫不语言地说 这是中共想要控制历史的表现 中共需要操纵历史 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明确表示 不能够允许对过去发生的事 有互相矛盾的嘴述 可见他希望用这个地方 控制全世界 如何写中共的历史 尤其对于八九六四这件事 不可以给有关的 新的人证与证据在外面流传 这个就是他们的目的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人在此痴心妄想 以为邓小平过身 下一任领导人没有这个 双手不沾血 于是乎就有机会平反 这种是有可恋床的地位 是不明白中共的本质 中共是一个杀人政权 一个杀人的政权 无论是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 第四任的人杀 怎会是第五任 会为那些人去平反道歉呢 第五任都想杀人的嘛 是不是 那怎可能为了第二任 杀人的东西 去平反 那之后是否代表自己不可以杀人 那这个就是中共的 所以你不明白共产党的本质 在那里跪在那里哀求的情况 那你说不是这样的 平反就是说呢 中共要走向法治 之后自我完善 我再说这些人 如果你认为中共可以走向法治 自我完善的话呢 你都不再需要看这个节目 because you're stupid these stupid words coming from stupid face 我觉得今天是荒谬的 为什么是stupid呢 说了这么久 你都不知道 共产党的野心是什么 你还在那里告诉我 他会重量 是吗 是吗 就是我觉得是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完全不需要听我的节目 你可以听一下那些大公啊 文汇啊 明报啊 是不是 那些呃呃队啊 柳母红啊 那些企务问题 Go 是不是 不要期望共产党自我完善 不可能 OK 去到这样的大的环境之下 你如果这个日记 会怎样呢 不是说真的 谁在持续这个日记呢 李南央给了这个 胡佛研究所嘛 史丹福大陆的胡佛研究所嘛 他已经有property rights了 在生前 如果这件事已经是有 这个 郑宇 那这件事已经不是属于遗产一部分 他的太太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这些日记 OK 现在炒作这些东西 你在北京打多少官司 据我对我很清晰的法律的情况 你北京什么中级 什么高级 什么最高人民法院 所有的判决 在美国是不得被承认和执行的 因为没有护卫协议 也没有彼此之间的中美的契约 哪里有执行的地方 没有 你打完这些官司都没有用 因为本日记不在你手 是不是 你本日记在别人手上 已经给了胡佛研究所了 所以这件事是炒作一件事 而炒作不要紧的 最后公布出来 李锐所写的六四历史 所写的毛泽东时期 邓小平时期 甚至江湖时期的历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 很多东西 我们当然不能只信一年之辞 但我想这个日记 起码提供多个资料 给历史界 给所有的评论界 可以评论一下 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而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只是包围着火的 曼山不去一溪斑 堂堂溪水会出前村的 假以时日 当这些日记被公布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会 全部回出来 杂猪头 你唯一可以做的什么呢 就是在那里 偷这本日记 烧这本日记 烧毁了整个Hoover Institute 失涉 像罗浮宫那些笨事 一样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阶段 李锐的家人 还有这个 李南洋女士 和这个史丹福大学的 胡佛研究所 和整个地方 一定要防止有人 去靠近这本 是采取一个 万全的保安 甚至要转移去一个 更多人不知道的地方 才要保存 我想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 很容易被他们破坏 这个我操线的建议 共产党是什么做出来的 OK 所以希望大家保重 那 这个真相慢慢发掘 所以我就说 当时说 譴责六四图成的 这个梁振英 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是吧 政协副主席 看看他有什么看法 好了 这次说到这里 不说太长了 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